唐朝时期,于梦山下有个小山村,村里有个叫秦浩廷的侨夫,他年方十八,勤劳能干,老实善良,村里人都很喜欢他 那年秋天,秦浩廷上山砍柴,意外在山中遇到一位红衣少女,那少女生得如花似玉,艳若桃李,他却想上吊自禁 唐浩廷救下了红衣少女,并问起他上吊自禁的原因,红衣少女红着眼睛看了唐浩廷一眼,缓缓说明了自己上吊的缘由 红衣少女自称叫红柔,是一个孤女,她没有亲人依靠,整日被恶霸无赖调戏 她实在不知该如何生存,才来到山中上吊,准备一死了之 唐浩廷自幼失去父母,也没有亲人依靠,因此她对红柔的遭遇感同身受 她非常同情红柔,便对红柔说道 红柔姑娘,你我有相同的经历,我十分理解你的心情 只是你若一死了之,你的父母地下有之,他们一定痛心疾首 我家上有两间空屋子,你若不嫌弃的话,可以暂时住在我家 我愿认你为异妹,并尽我所能保护你 红柔见唐浩廷目光真诚,知道她说的都是真心话 她被唐浩廷的善心打动,便放弃了轻生的念头,跟着唐浩廷回了家 从那以后,红柔和唐浩廷便住在了一起 唐浩廷上山砍柴时,红柔就会在家洗衣做饭,静静等待唐浩廷回来 唐浩廷与红柔朝夕相处,时间长了,两人产生了感情 他们便拜唐成亲,结为夫妻 红柔嫁给唐浩廷的第三个月,发现自己怀了身孕 她将这个消息告诉唐浩廷时,唐浩廷高兴得何不拢嘴 可她很快发现红柔有些不对劲 自从红柔怀孕后,便整日愁眉不展,似乎有什么心事 唐浩廷见红柔一副心事重重的模样 直接询问红柔烦恼的原因,红柔却什么都没说 唐浩廷只能默默陪在红柔身边 日子一天天过去,红柔的肚子越来越大 她的身体却越来越差 唐浩廷带着红柔看了许多大夫 那些大夫却查不出红柔的病因 红柔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虚弱地无法走路 几乎到了卧床不起的地步 唐浩廷看在眼里及在心里 她将附近的大夫都请来为红柔诊治 却没有一个人能救红柔 唐浩廷不知道该如何 只能看着红柔默默叹息 红柔却笑着对唐浩廷说 你若想救我,只有一个方法 你去村后的山上 将我的鞋子埋在半山腰的大榕树下 唐浩廷为了救红柔 立刻带着红柔的鞋子上山 他按照红柔的叮嘱 将红柔的鞋子埋在了那棵榕树下 唐浩廷埋下鞋子的第二天 八位壮汉带着红柔的鞋子找上门 他们抬着一顶轿子 自称是红柔的表兄 要带红柔去治病 唐浩廷见那八位壮汉 生得人高马大 不苟言笑 只感觉他们不好惹 当他得知这八位壮汉 是红柔的表兄后 不由皱紧眉头 唐浩廷记得自己 刚和红柔相识的时候 红柔明确说过 他没有亲人依靠 为何他将红柔的鞋子 埋在那棵大榕树下以后 就忽然出现八位表兄 唐浩廷向红柔问出心中疑惑 红柔只是淡淡地说 他们确实是我的表兄 他们只是来带我去看病的 红柔说完这句话 便坐上那八位壮汉 抬来的轿子 被他们抬走了 唐浩廷本想跟上去 红柔却制止了他 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八位壮汉 将红柔抬上山 从那天以后 那八位壮汉每天都会 抬着红柔上山 直到天快黑的时候 才会回来 村里人看到这一幕 都开始讨论红柔 和那八位壮汉的关系 有的人说红柔太过风流 怀孕后还和别的男人 不清不楚 有的人说红柔来历不明 他和唐浩廷在一起前 就有过别的男人 还有的人说 唐浩廷不仅戴了绿帽子 连红柔腹中的孩子 都不是唐浩廷的 红柔每天被八个男人 抬着上山 关于他的留言越来越多 唐浩廷却没将那些留言 放在心上 他相信红柔不会背叛自己 并未因那些留言 与红柔闹不愉快 转眼间过了一个月 唐浩廷发现 红柔的身体有所好转 他虽然怀疑那八位壮汉的身份 但他明白是这八名壮汉 救了红柔 因此每当他们上门 找红柔的时候 唐浩廷总是待他们 十分客气 又过了两个月 红柔到了临盆之期 那八位壮汉不再上门 红柔则顺利生下一个男婴 唐浩廷看着孩子 酷似自己的面容 激动得热泪盈眶 他哽咽着对红柔说 你放心 我以后一定努力赚钱 努力让你们母子过上好日子 红柔冲唐浩廷笑了笑 他柔声询问唐浩廷 这些日子 我被我那八位表兄抬上山 外面的留言传得如此难听 你就不好奇我们做了什么吗 唐浩廷笑着看向红柔 认真的说道 我相信你不会背叛我 我只记得他们治好了你的病 他们帮了我大忙 红柔见唐浩廷并未因留言怀疑自己 只感觉自己嫁对了人 他示意唐浩廷坐下 才缓缓说起了自己的真实身份 原来红柔根本不是人类 而是一只狐妖 他经常看到唐浩廷上山砍柴 逐渐喜欢上了勤劳忠厚的唐浩廷 红柔为了和唐浩廷在一起 努力修炼成人形 设计与唐浩廷相识 并编造可怜的绅士 这才嫁给了唐浩廷 红柔虽然能变成人 但是他功力不足 因此他怀孕以后身体越来越虚弱 红柔想留住于唐浩廷的孩子 又担心自己的身体撑不到生产那日 他才会整日愁眉不展 红柔怀孕七个月的时候 实在支撑不住 只好向昔日的姐妹绿翼求助 红柔让唐浩廷在那棵大绒树下埋下鞋子 是因为那棵大绒树是他和绿翼经常玩耍的地方 而那双鞋子是绿翼送给他的 只要绿翼看到那双鞋 就会明白红柔需要帮助 红柔表示 绿翼一直不赞同红柔的想法 他不忍见红柔为一个凡人放弃修炼 时常劝红柔改变心意 红柔为了和唐浩廷在一起 直接与绿翼翻了脸 红柔让唐浩廷去埋那双鞋的时候 只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 不料绿翼不计前嫌 他看到那双鞋 竟然真的想办法来救红柔了 那八个壮汉并不是红柔的表兄 而是绿翼的哥哥 他们都是修炼多年的狐妖 他们变成人的模样来找红柔 并将红柔抬上山 就是为了方便让绿翼为红柔调理身体 红柔有了绿翼和他哥哥的帮助 才能顺利生下孩子 唐浩廷听红柔说明真相 才知道自己的妻子身份不简单 他并没有嫌弃红柔是狐妖 反而很心疼红柔为自己做了那么多事情 后来 唐浩廷因担心红柔的身体 再也没有让红柔生下第二个孩子 他真心疼爱红柔 凭自己的努力 让红柔和孩子过上了好日子 这件事过去后 绿翼和红柔重归于好 绿翼看出了唐浩廷对红柔的真心 他接受了唐浩廷成为红柔的夫君 他还常来人间看望红柔夫妻 对红柔夫妻 不要想难看完 很难看 是哪里 对红柔夫妻 妻子 太天啊 啊 它是哪里